大家好啊 姬婆这两天她有点不开心啊 再整天说我不开心不开心 因为她那个考挂科了嘛 她反正总是心里有点想法 一直闷闷不乐的 所以今天我准备带她去逛逛街 刚好那个街那里呢 有她一个初中同学在那里 看今天能不能偶遇到 改善一下她的心情 这条街呢 以前在武汉不是很出名 无意期间突然出名了 就是武昌那边的梁道街 今天我就陪姬婆去梁道街去转转 希望可以舒缓一下她的心情 快过二桥了 姬婆睡着了 难道不开心的人 她特别容易睡着吗 瞌睡比较多吗 这就是梁道街吗 还是第一次来 也许以前我来过 但是并不知道这里是梁道街 姬婆居然还在睡觉 姬婆醒醒到了 这么快就到了 你咋感觉很累啊 好累啊 去去考个家长 我两天累坏了 今天还不过来 今天收拾家里 我一早起来就收拾家里 你知道家里好脏光 两三天都没收拾 哎呀真勤快 洗厨房 好到了下去吧 梁道街 梁道街 就是这几个字啊 梁道该 这次梁道街这么火爆 主要是姬婆发现的 主要火爆的地方在哪里啊 主要是那个我那个 初中同学 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是我们在西安的时候 他说这个梁道街啊 特别特别多的人 在这吃美食 他们都无法下楼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还算得上是一条老街 你看这些房子 你都看得出来 它不是那种小区的楼 还是之前的那种单元楼 就是爬楼梯的那种 所以他说是 没想到这个梁道街 变得这么这么火 我是看到了这里 才想到这里来的 这门面都关了吗 对 这估计还是疫情闹的啊 现在我发现疫情闹的 好多地方门面都关了 还没恢复是吧 嗯 怪不得这里比较火呢 原来还有一个湖北美术学院 我们国家一共有八大美院 湖北美术学院就算其中一个 这上面还挂着有秋裤啊 不知道会不会滴水 哈哈哈哈 以前我记得 我们才在这儿来 才在这儿来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城市还没改造 很多这种秋裤 直接挂在盖上面 冒不定的 一滴水滴到你脑袋顶上 还晒被子 一机灵啊 你看现在的门面多亮啊 对面的拇指生煎包 连那个灶台下面都能发光 都是广告 看到没 那葱女同学发的朋友圈 可以看出你同学是哪一栋房子的 那我不知道 前面是干啥呀 怎么这么多人排队呀 老面窝咧 嗯 老面窝 看一下卖的啥 哦原来是炸面窝窝 牛肉圈圈八元圈圈面窝七元 外面窝窝 一个西瓜一个吃饭 根据以往我们的规则 只要是排队的肯定比较好吃 所以季婆决定排队 对啊 买两个又便宜是吧 你看今天还不是那个放假对吧 嗯 就是有人排队 可见周末的话或者节日根本就吃不到的 是 我觉得你以前肯定来过这儿 没来过 没来过吗 嗯 你怎么又不排了咧 好烦人 拍的动得不足 拍十分钟动得不足 前面有个人下次买20个是吧 我不知道 煩死了 都被斩了半天 算了一动不动 西瓜不耐烦了 就又没排队了 看来今天面窝是吃不到的 回头再说吧 我们待会走开 从这儿再回去了 我想吃鸡腿 要吃鸡腿 鸡公要吃鸡腿 这鸡腿我估计长得特别特别的苦 你看那个皮跟那个肉都分离了 我给你买一个 找多大鸡腿吧 好 你吃不吃 我不吃鸡腿 老板鸡腿多少钱一克 7块8100克 它是称重的 称重的是吧 7块8100克 称两个吧 我俩一人一个 那你买两个吧 拿了两个相当于11块钱一克 哇 喝水油吧 我先鸟一口吧 是热的不 是热的 我现在鸟一口 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鲜嫩多汁的那种 但是也还好 也不是很柴的那种 再来一口 走才去前面看看啊 好大的鸡腿 被我一扒皮都扒下来了 你看呢 一稿皮就下来了 骨肉分离了 我这一口烧烤味 好不好吃 好吃 就是 是烧烤味的鸡腿 这边吃鸡腿 这山望着那山高啊 感觉对面那个牛衣堂里面人好多 再过去看一下 人虽然很多 但是没地方坐啊 鸡婆不喜欢 排队久了 鸡婆今天不喜欢 然后没地方坐 鸡婆也不喜欢 这里居然还有海利间的 我从来没吃过 港峰海利间尝一下 下面是蒜苗 上面是蒜子肉 下面是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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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挤的啥呀 咸辣酱 半茄酱啊 不是 甜辣酱 咸辣酱 咸辣酱 打个鸡蛋 鸡蛋 有点热鸡是吧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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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间那个肉 其实就是生蚝肉 是吧 生蚝肉 我也不是学生肉 你们俩看的都想 他是学生肉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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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吃了 第一次吃 老师在网上听说 老板说是这里周末跟过节的时候人是超级多是吗 你这是城镇的福建做法吗 海力味儿25块钱 来一点点辣椒 搞点 搞点 这个酱应该蛮好吃的 感觉里面好多辣椒 这个今天是惊喜 我也好想吃 我第一次吃这种东西 以前一直在网上说什么台湾的海力间 福建的海力间 这个皮是糯米汁吗 应该不是糯米 还没有吃到 还没吃到重要的东西啊 第一口尝不出来什么 特殊的味道 就吃到那个皮子的味道 啊 你这一口又 吃好了 蘸点酱 嗯 鸡公肠 啊我也想吃 好嫩 嗯 好嫩 是吧 嗯 它这个皮子好劲道啊 抽半天也抽不开 辣椒有点辣 来鸡公 鸡公 还没付钱呢 吃半天还没付钱 走走走 来来来 你来吃一口再 好吃这个 这个符合我们的胃口 然后呢又有葱 又有辣椒 大三苗也蛮多 对啊 实际上它这就是大三苗 因为有大三苗就很香吧 最主要的是有生蚝 我喜欢 它辣椒也不是很大 好吃 我希望在汉口能碰到这个美食啊 真的在汉口你说我们经常去那个 那么多美食街是吧 都没吃到过这个 我喜欢大口大口吃 吃完海里坚 几乎要吃这个 他喜欢吃饼啊 不知道他买的啥饼 烟葱面包 我点了一个烟葱面包 你也是要牛年是吧 对我还没吃过来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反正点一个 尝一尝 送等一下 来来 烟葱 可以啊 这不是两斤吗 哎 这只面包烤好的之后 然后呢 你再在里面加你想要的东西 我点的是榴莲的 然后里面还可以加酸奶 还可以加芝士 然后还可以加蓝莓 第一次碰到这种面包啊 第一次碰到这种面包啊 哦 就是不加薪的 就是9块9 加薪的就是14块9 我加的是榴莲的 哦 哦 好 好嘞 谢谢 又是一个没吃过的东西 烟葱面包 这榴莲口味的啊 还有大麻花 大麻花 嗯 你吃啊 吃麻花吗 你随意想吃什么吃什么 感觉像一面包啊 不像麻花 哎哎就是面包 啊面包样子的麻花 嗯 芝士的 嗯好吃 嗯 因为我喜欢吃面包 所以 尤其是我 不是尤其他那个烟葱面包 很搞笑 咱们走着走着 我们还走到台阶上面 来了 那这喜欢吃面包的啊 因为面包 甜味啊 甜味可以让你分泌多巴胺啊 人分泌了多巴胺 就会很幸福啊 快乐啊 还开不开心 开心啊 还难不难过 不难过 我一直都不难过 是你自己 是你觉得你烤过了 我没烤过 你就以为我会难过 实际上我没有断回事好吧 再补考就是了 嗯 让我们待会回去给小多带一个这个吧 哎季伯小吃吃完了 对面有一个屋顶糖咖啡 我们去屋顶喝咖啡吧 请问那是屋顶吗 是屋顶 走上去 走 上屋顶去看一下 哎呀是大钢梯啊 来了来了 屋顶坐一坐 点了一杯拿起 尝一下这边的咖啡的味道啊 嗯 味道好好啊 好喝 这是原产地咖啡 嗯哼 意识是吧 嗯 生业拿铁 下次如果再来这里 喝一下美式 还挺好喝的 他来咖啡纯不纯正 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尝不尝的出来 他是否纯正 这还真的是屋顶呢 这下面就是刚才我们走的那个街道啊 他真是在屋顶上 你喝不喝 不喝 季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她还挺喜欢喝咖啡的 而且我还不喜欢喝了加糖的 我这跟她说我说不加糖 你还喜欢喝纯美式是吧 就是苦味的 就是苦味喝起来 香香的 就是这么的 喝完了之后啊 就嘴巴里会有那种特别的味道吧 反正咖啡特别的味道 那你适合喝原产地咖啡 嗯 但是武汉这边原产地咖啡多不多 不多 一般都是像这种咖啡 意识啊 对 因为加了一些奶啊 加了一些什么椰汁的 口感好一些 好多人其实对咖啡那个苦味受不了 你受得了 我行我喜欢这个味道 难怪你吃东西面不改色呢 吃芥末都面不改色 因为大家说我表情比较大 是吧 对 表情比较大那肯定就是 就是比较敏感吧 比较敏感比较 就是我估计受不了 哦跟这有关系啊 嗯 好我们过完了啊 嗯 鸡胞现在还不高兴吗 我没有不高兴 真的是 我更高兴了 你更高兴了 吃饱了哦 因为我的驾照刚下来了 哈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要再等十几天 然后要去补考完了才能下来 我发现鸡婆好像特别 如果她不开心的话 特别好哄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 把你带来过一下街 吃些小吃 然后你就 又花不了多少钱 对吧 哈哈哈 你精神就会好很多 嗯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